锁定台式五间新闻 屏东离港公园 有一棵60年历史的光蜡树 日前突然闷烧起来 民众见状下得赶快报警处理 警销货报到场之后 顺利扑灭火事 事后调查原来是有人在树旁边 乱丢烟地才会自燃 幸好民众及早发现 没有酿成重大意外 公园里的光蜡树突然窜出浓烟 一旁的民众见状立即报警求助 公园自然 警销货报到场 没想到闷烧情况越来越严重 黑烟只窜天际 拿梯来了 梯子来了 眼看情况不对劲 警销赶紧加梯从上方来灌烧 要噴大公的 要出来了 要出来了 要倒起来了 花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火事好不容易才获得控制 这里面闷烧的 奇怪 这边的人会来点火 很奇怪 这颗位在屏东离港公园的光蜡树 已经有60年历史 原本好端端的助力在公园里 却疑似日前有民众乱丢烟地 才会突然烧了起来 疑似抽烟者乱丢烟地 和引起的一个类似自然的动作 这次的火警意外虽然很快受到控制 但警销也再次强调 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不要乱丢烟地 以免酿成重大意外 记得苏世伟 评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